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新香料甘松 它还有笔名香草、甘松香、香松等 屈其根茎所用 甘松是一款能呼吁食材香味的新香料 它属于荒鲜型香料 甘松的香料性是有浓烈的荒香味 味心、性温 肠子有苦味、麻味与松节油的味道 可增加食材的香味 甘松的味道强烈 可能大多数人闻起来都会感觉很臭 就像臭豆腐有人喜欢有人讨厌 甘松一般应用于麻辣卤水 火锅底料或腥味大的动物性食材 甘松与木香搭配使用效果不错 甘松在卤水中还能调节卤水红亮度 能去意去灿 提味真香 其用量每千克食材为0.5克 好甘松的用途以及用量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 关注转发收藏 谢谢 下期我们讲 新香料黄芪 干货内容